昨天這所謂的170萬還是700萬 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不要懷疑 我不覺得是北檢放出來 因為北檢今天還啟動了 所謂的限制月來月券的方式 就是說他們很怕 這些相關的訊息外線 所以是誰放出來 我覺得有幾個可能 就是陳佩琦懶得協力演出 直接跟記者講的第一個 第二個是黃珊珊有可能講 因為黃珊珊接他回去的時候 是在他車上 會不會抱怨的時候 黃珊珊就跟記者講 另外有一種可能就是你 陳志涵為了操作媒體的風向 尤其所謂的 手機這件事 塑造所謂的受害者的那個形象 你自己的發言體系都搞不清楚 你就已經在寫臉書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陳志涵在帶風向 很少在賺錢 現在的人還跑去你家 把現金交給你 這都不可能 所以苦人說 不要嫁了苦人 可能就賺這個交費 他說沒有人再給 沒有人再給現金 要不要想別的項目 我覺得他昨天在念那個稿子的時候 他好像也練得力不從心 然後他就黃珊珊陪他來的 離開也是黃珊珊陪他離開 可能黃珊珊寫給他 一個比較安全的說法 可是光現金這件事情 什麼稿費 演講費什麼的 聽起來都不通 陳佩琪絕對是一個破口 其實這次北檢在偵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訊息都很不清楚 我們的訊息都從哪裡看到的 都從陳佩琪的臉書看到了 從金華城案 他轉發變成所謂的交辦 也是陳佩琪在臉書證實的 包含他的房子的事情 孩子開公司的事情 都是從陳佩琪的臉書 所以昨天這所謂的170萬 還是700萬 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不要懷疑 我不覺得是北檢放出來 因為北檢今天還啟動了 所謂的限制月來 月券的方式 就是說他們很怕 這些相關的訊息外線 所以是誰放出來 我覺得有幾個可能 就是陳佩琪的邪臉書 直接跟記者講的第一個 第二個是黃珊珊有可能講 因為黃珊珊接他回去的時候 是在他車上 會不會抱怨的時候 黃珊珊就跟記者講 另外有一種可能就是你 陳志涵為了操作媒體的風向 尤其所謂的 手衛琪這件事 手衛琪讓你們不敢去 討論這件事 而且塑造所謂的 受害者的那個形象 那時候我以前 你們為什麼要欺負我們 爸爸媽媽過世 就已經很難過 就被人家查出來 爸爸2016年就過世了 陳佩琪的爸爸 媽媽還在那個 健在 結果你陳志涵 要放風聲的時候 也搞不清楚 你自己在臉書都寫錯 爸爸或媽媽 你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不會問一下陳佩琪嗎 你自己的發言體系都搞不清楚 你就已經在寫臉書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陳志涵在帶風向 那不討論這個 手衛琪這件事 兩件事情 一個剛才講過的稿費 跟所謂的演講費用 你擔任市長 我們做過幕僚都清楚嗎 一定是給贊戶 這個市長 台灣要拿現金 不要說市長 連王毅川都不敢拿 都直接說我戶頭給你 那我才有一個所謂的證明 而且所有的 這些演講費也好 我稿費也好 都要簽勞報單 那你勞辦大家出來證明 你也沒有出來證明 另外又是選舉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又來了 2018年我直接講 2018年我曾經講過 他還貸款2000萬 選票58萬 還差200萬 我們還被罵 當初貸了這筆款 花了2000萬 到最後只選了58萬 還差200萬 為什麼還有選舉補助款 可以ATM存進去 不可能 另外就是說 選舉補助款 一定是候選人的帳戶 中選會 會把選舉補助款 撥進去這個帳戶裡面 怎麼可以給現金 怎麼可能會給現金 所以選舉補助款 已經變成這對夫妻的遮羞布 買房子也用選舉補助款 那我們要說 你要出示證明 你要出示這個相關的選舉補助款 有沒有買房子的證明提不出來 所以今天掉出牙虎 我相信 因為選舉補助款的這個帳戶 是最容易查的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不采信 陳佩琪的這個說法 很重要的原因 我一看選舉補助款 就直接進你的戶頭了 你怎麼可能還有現金 再慢慢的用ATM存進去 就表示你說謊 表示你做偽證 可是這麼容易查證的事情 為什麼柯文哲要說謊 他那時候是滿腦子想說 我先說服我的小草就好了 對 有的時候對於柯文哲的腦袋裡 對於民眾腦袋裡 現在已經不是司法上面的問題 最重要了 現在是如何保住小草最重要 保住最後剩下的10%的一個信心 才是重要的 柯文哲要保住他的主席 才是重要的 因為他相信得到權力 我就能夠影響司法的爭敗 這是柯文哲從2014年 到現在一直的想法 他2014年的MG149有沒有事 2014年的發票有沒有事 都有事 他選上市長就沒事了 所以他一直覺得有權力的保護 我的司法就會過關 但是現在的檢察官 看起來不讓柯文哲這麼好過了 沒有 總統以前當然 他有手機那兒 黨內很多同志都有 可是現在哪有可能去電話再贏 國安考量就對了 所以他那些傳奇 應該是為毒為火 沒想到這個差距 好 現在的關鍵是什麼樣 我們看到民眾黨 還是不斷地呼籲小草出來 希望凝聚他們的支持力 做的阿伯的底氣跟後盾 但是有一些說法 比方說陳佩吉昨天晚上在小草面前講的話 是不是有隔空篡政 但是是不是七公八老鬼 現在很多人去質疑說 你那個170萬真的是捨尾錢 真的是現金稿費嗎 中間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他講到現金就是因為現在檢察官查到現金 他才會講現金嘛 那他講這個稿費或者是演講費 這個一般的常理來說 稿費你如果經常在 一般你比如說你去投稿報社 投稿雜誌 那種肯定的 他就他走到你的火頭了嘛 你稍後看一支兩塊三塊五塊 他就費給你了嘛 你如果要版權的也一樣 你就是他就是匯錢給你 很少在獲金 現在的人還跑去你家把現金交給你 這都不可能 所以苦人說不要嫁了 苦人可能突然賺這個交費 他說沒有人在給沒有人在給現金 要不要想別的項目啦 我們被證罪 名嘴啦 好嚴重 剛才是那個房地產的專家 他也常常會說這一定都是 都是會的 會的就那個紀錄大家看本質就 不用麻煩你拿一疊現金 一直去ATM投進去啦 因為你在搞的有時候 如果到時候幾百幾百 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你的幾百是真的幾百 不是幾百萬 幾百元啦 幾百元啦 從我以前補助那些什麼民意論壇 那一支兩塊三塊而已 當時拿的時候 還有那個各位數的 那要怎麼賺現金 他就直接揮到你郵局 或銀行的本質 揮給你的嘛 那陳志涵這兩天就為了什麼 什麼媽媽留下來的首尾錢 後面這句最好笑的 他更正嘛 有爸爸或媽媽留下的首尾錢 只有一個啦 不要搶到貨 這也當開玩笑的嘛 首尾錢就在幹嘛 爸爸就爸爸媽媽媽就媽媽 是啊 這你都問一下就知道了嘛 你就是爸爸媽媽現在都OK嘛 那你為什麼 一開始寫錯你就說這個寫錯 抱歉就好了 我聽錯或者是這個 佩奇跟我講的時候 然後這個弄錯了嘛 你就蓋了 蓋了 你幹嘛要寫有爸爸或媽媽 沒有人這樣 這是陳志涵耶 很老的耶 你如果說陳佩奇到不能下 那算了 陳志涵你也算發言人 你怎麼可以搞出這種東西 那當然陳志涵在改稅那錢的時候說啊不是啊 柯文哲有達到一千七百多萬的這個補助款 所以他去他去還兩千萬的貸款 這個也是合理的嘛 也是合理的 但現在人客人人現在不在說這個 他現在說這個是怎麼知道嗎 因為陳佩奇就說啊我這個錢就是 然後還有二零一百的這個選舉補助款啊 但是二零一百的他們就說啊 那當時你的錢就可以用房貸啊 哪有還有現金存ATM 不是啦 為什麼還有現金存ATM 不是還房貸了嗎 選舉補助款我本來也領過了 他會問你一個付錢啊 你付錢他就付錢了 總算我還怕你分現金 不然大家都要排隊領錢 不是這樣嘛 所以他這個怎麼去解釋他呢 去ATM存錢嘛 那ATM存錢 你如果說那名罪領現金的 他可能一大時間拿去 拿去ATM那裡走那都有可能 可是他現在舉的這些例子 看起來都不是 他有那些現金的那些來源 所以這條有可能好心辦壞事了 沒有 所以陳佩奇因為說他講的不對 所以包括他今天如果再出來 我覺得他昨天在念那個稿子的時候 他好像也練得力不從心 然後他就黃珊珊陪他來的嘛 離開也是黃珊珊陪他離開 可能黃珊珊寫給他 一個比較安全的說法 可是光現金這件事情 什麼稿費 演講費什麼的 聽起來都不通 沒辦法過關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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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